謝謝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體女士先生,各位官員,大家午安 主席,我想請我們葉次長跟我們新局長 蔡委員,您好 這位次長比較慢的,我先問軍局長好了 我想我們本時知道,最近因為莫拉克颱風氣象局蒙受很多的責難 而且還被監察院兩次的糾正,嚴重打擊士氣 我們的吳德隆主任還因此委屈求去 我想去向目前科技只能做到數位推估 那這個也牽扯到流體力學的現象 我想幾百年來我們都在研究,但是這個電腦程式 尤其台灣,在西邊有中國大陸 這個西蘭氣流一來,中國大陸的氣象我們很難掌握 所以會深深影響到整個氣象的這個結構跟變化 也不是我們一般所有辦法 用電腦來模擬可以來突破的 那麼所以我也不會要求氣象局 在做這個現代科技無法做到的事情 但是這一次奪走了六百多條的人命 那麼可以說凸顯我們氣象局的重要 那麼除了掌握氣象的預測之外 我們台灣也地處這個地震帶 所以這個地震的預測 我想我們氣象局也都有關 所以又經過我們前久的暖化 那麼國際氣候的異常 那麼變化激烈,可以說氣象局越來越重要 但是我們很難過的看到這個氣象局 我們在編了這個預算的時候 我真的很 這麼重要影響到台灣整體安全 我知道國客會有一個防災計畫 這是一點點小計畫 那整個重點,而且專利性的是在我們氣象局 預算只有這麼一點點 今年多邊的兩億,一個是鄉鎮 一個是這個趨向預報 兩億的預報 總數也不過17億多啊 這個凸顯我們政府真的關心到整個國家的災害嗎 我們颱風必經之地 地處地震帶 那這麼重要我們一下子的921 一下子的這個風災 花了多少億啊 結果我們氣象局總數不到18億 局長 到底是長官不給錢 還是有錢你沒辦法花 我知道你剛到 太客氣不好意思拿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事關全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啊 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在預算上 是否感到滿意或者委屈 謝謝委員的愛護 氣象局 在今年 在99年度 我們在預算上 多了這兩項 其實也是 氣象局未來發展的一個核心 最主要是一個是災害性天氣的預報 跟監測的這個作業系統的發展 另外一個是鄉鎮主使天氣預報 那最主要是這兩塊 預算會比較多一點 我問的是 為什麼事關全國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 這麼大的重要的一個局 我們都知道 都應該要趕快來增強設備 增加人力物力 為什麼我們的整個局的總預算不到18億 今年阿彌陀佛還增加兩億啊 為什麼啦 是長官不給錢 還是你不懂得要 有錢沒得花 氣象局要 我們在我們的施政上面 我們必須要視我們的人力 跟我們的能力 跟我們的環境 來編列這個預算 來逐步來進行 所有相關的工作了 那也就是說你們過去編的 跟現在編的你們都應該符合你現在的需要囉 那公委員報告 那事實上呢 我們在那個氣象方面呢 當然過去因為這個氣象局的編制的關係呢 是這樣的預算 那今年有增加兩億之外呢 事實上我們國家在氣象工作方面呢 民航局那邊也有氣象的工作 那海軍 空軍那邊還有國科會 都有相關的研究呢 我知道那些都是計畫型的 根本跟你們沒有相關 你們是常態性的 我們是需要做相當多的整個 你們這個突顯我們的政府關心 我們真的是關心到整個災害的預防嗎 那個 我們是很 我是很高興聽到委員這樣 就是說認為我們氣象的預算 能夠要再增加 那我們事實上 的確交通部很重視 所以今年已經增加兩億了 那如果未來能夠再繼續增加 我們當然是會非常高興 增加兩億好像是功德無量啊 我們一次的921一次的水災花了幾千例啊 你增加兩億 你真的是重視到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嗎 我跟你講 去向你的預算增加個五倍十倍多 不算過分 對不對 這個預算 我們事關人民的 這個嚴重的這個生命財產安全啊 兩億你以為功德無量嗎 那個報告委員 夠了嗎 對 我們同意就是說 未來這個錢部分 當然預算可以再增加 但是事實上可能我們 氣象局還有很多要調整的 譬如說我們對於這個 人力的那個 人力資源的那個 名額的是不是能夠放寬 還有呢那個專業人員的值 你應該要做出計畫吧 對不對 你一個月內 你提出一個 這個整體的計畫 給我們委員會 好不好 因為如果 如果來預防 這個是最重要的嘛 尤其台灣 我們的颱風要進到這個 海峽的兩百里 才有辦法收到陸地的這個推測 那麼外面的 就要靠國際的這個資源 國際的合作 以及我們的追風計畫 你看你的追風計畫變了一百萬 一千萬 一次要三百萬啊 啊我們每年固定就是八至十個颱風 啊你明明知道這個預算不夠 啊你也不會投錢 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我們嘴巴講說 我最關心台灣人民 生命財團安全 但是我看這個預算很傷心啊 你敢有真的 愛人民 要關心人民 要做預防的措施 對不對 那個報告委員 我們交通部事實上今年的預算呢 明年預算 事實上在零成長的情況下呢 我們是已經挪資了 在交通部可以挪資的範圍下呢 讓那個氣象局增加了13%的這個成長 那我們當然很 我剛剛講的就很樂於未來能夠在 市長錢要花在刀口上嘛 你可以 還一些不是很急的 也可以緩一緩嘛 這個這麼重要的預算 連一個追風計畫 那就是在外海的部分啦 近200里才能有內地的氣象局接報啦 外面的就是國際合作跟追風計畫啦 一次就300萬 結果我們現在的預算這樣 看得都傷心啊 對不對 這個預算一定要增加的嘛 連編錢都不夠 明知道每年就有八至十個這個颱風 你前來是沒有編過 你說口口聲聲說關心台灣人民 我要做好預防 人民相信嗎 第二個 我們這個WMO 這個很重要的嘛 局長 市長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加入WMO 我知道 這個不是我們單方面說的算 你計畫在什麼時候嘛 我們是希望當然越快越好 那 你講這個等於沒有回答嘛 你應該給自己一個時間嘛 給個責任嘛 對不對 讓我們知道大家都要動起來嘛 你吃黨一宣食就有效嘛 對不對 這個國際合作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取得 像現在我們有時候 這個國際合作可以取得日本啦 美國啦的幫忙 其實道路這杯影響我們更深遠 對不對 那這個整個海象啦 跡象都沒辦法掌控的話 你怎麼有辦法做好準確的預報呢 所以 加入 加入WMO是很重要的預防嘛 對不對 你可以自我取取一下嘛 市長你預計什麼時候可以加入嘛 你 全部動起來嘛 努力嘛 不能老是出了 出了 啊這個大災害以後 就來檢討 啊每次檢討 啊 費用也不夠 啊人手也不夠 啊你這樣 啊嘴巴講說我多麼關心台灣啊 你看 我們都愛台灣啊 我們都不加強啊 以後再來改進啊 這多餘的嘛 市長啊 沒多久你講一下 我想 呃 我想沒有人可以講說 我們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加入WMO 但是呢 我相信呢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會 盡我們全部的力量 盡可能 多方 那在我們氣象局這邊 我們還要跟外交部 還有那個國安單位呢 國安會議那邊呢 合作 我想第一個 一個月內請氣象局提出來 這部分我想會 新局長應該 第二個 加入WMO 請我們 這個氣象局提出一個規劃 交通部提出一個計畫來 好不好 第三個 我建議主席啊 這個預算把他推回去 叫他重編 加個五倍十倍都不是問題 這個真的齁 有時候 像這種預算 連最終計畫的錢都不夠 你怎麼預法 不可以增加預算的 沒有我叫他推回去重編 不是 我不是叫他 只能刪減預算 不是 我是說 加個五倍十倍都不是問題 叫他推回重編 這個根本 沒有關心到人民的 幸福財產 生命財產安全 對不對 謝謝委員關心 報告委員 事實上 行政院的組織改造 接下來 事實上 剛剛委員 還有前面幾位委員 關心的問題 裡面有很多 不是光氣象局能夠處理的 所以未來 行政院組織改造 會有一個環境資源部 能夠把氣象局 水利署 水土保持各方面的一些資源 能夠整合 我想我們台灣未來 在防災減災各方面的工作 在環境資源部成立了之後 相關的預算各方面 都能夠處理的時候 會有一個更完整的一個方向 那在這個階段 當然我們行政院 會有一個這個 災害防治的辦公室 然後在這個地方 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好 以上請主席 謝謝 謝謝